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了什么肉松啊肉条啊肉干啊通通都不行了这样子 这件事情对大陆人伤害不大但是对于在台湾生活的台湾人在大陆生活的台湾那个伤害大了 对大陆生活的台湾人对对于在大陆生活的那几十万上百万的台湾人我看是哀鸿遍野 而且不是今天才开始这件事情当最源头是因为台湾开放了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可以进口 大陆是禁止的 是的 台湾开放 台湾开放了之后本来这个议题它也就是台湾内部自己的议题 但是你看到有网路的主持人就拿来当作是调侃 我觉得幽默这件事情啊它是有一个界限 幽默这个界限当然就是以不真正伤害他人作为原则 所以当这个主持人讲说哎呀我们可以把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了之后 做成肉松然后接着销到入港台 哦 你这个话一说出去了之后台湾真正勤勤恳恳的加工业者就可能受到你的伤害了 嗯这不是只是说那大陆对大陆来讲哦原来你们想这样做啊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就禁止所有的这个台湾的肉品跟加工品 嗯然后进口到呃带到这个中国大陆当然这里面可能会包括港啊嗯更重要的是你会让台湾的民众也不敢吃这些东西嗯所以我觉得开玩笑你不能够害到别人了嗯其实早在去年底我们在节目上面呢就有了这个就是说港 港澳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留话就说那以后以后台湾的这些呢肉品的加工品还能够进到港澳吗因为他们显然是喜欢这些东西的香港有其多对那比如像新东阳啊这些台湾的知名的这些呢这些的肉品的加工品的厂商的肉松啊的台湾这般东西其实做的是很好的那也是呢也是台湾的伴手礼之一很重要伴手礼之一那很多人来台湾之后也会带这些呢加工的肉肉品只要是 但是呢只要是里面的只要用真空包的时候呢其实大概都还可以带的过去的最重要是有很多台湾人我在我在我大概两个礼拜前跟陈锋青讲说我也一个在上海的朋友那他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安安抚他儿子为什么因为他儿子呢在台湾那到了上海之后呢要解自己的思乡之之情的时候呢就是每个礼拜呢吃统一肉燥米粉啊肉燥 对大家会说米粉那个是素食面对那是素食面嗯但是里面有一个酱料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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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肉燥面那个是猪肉燥那当以前呢以前妈妈如果去上海的时候呢都会带着说哇那个儿子不欢迎妈妈妈但欢迎那个统一肉燥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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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燥 开去的时候呢被拉掉了他们就就知道一月份当台湾的莱克多巴胺的猪肉正式开放了之后呢一月份开始肉燥米粉就带不进去了肉品呢就更不要讲了所以他不是昨天国台办这样的宣布而是他们一月一号其实就开始实施了是他们其实已经开始进口莱猪他这边就禁止你进口是的好那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实际上面的这些呢在在在出入境当中的一些的管制就是把台湾 台湾的这些的猪肉制品加工品当作是违禁品一样就是你不可以带进来可是他为什么会造成很很大的这种的昨天国台办为什么都需要出来讲话因为台湾的网红的美好我们简单讲了就是博恩啊博恩夜夜夜夜秀博恩夜夜秀在2020年总统大选之前的时候的操作呃事后大家知道他沉浅了一段时间沉浅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就说原来 你找韩国鱼来那只是演戏是收钱的原来你找蔡英文来蔡英文的点阅率只有韩国鱼的大概呢大五分之一好的大概大四分之一但是呢蔡英文呢是不收钱的他就是说原来你根本就是绿的你找韩国鱼来的勉勉强让韩国秀个十来分钟结果还收了很多钱那博恩的那一集的节目谈到所谓的莱克多巴胺的莱猪问题那集我大概有没有看本人看了我告诉你 博恩在这件事你们的制作单位在这集节目里面不要装你只在帮蔡英文洗白你其实整集的节目看起来好像在批评莱猪进口可是你看到的那个话风最后转尤其那种华众取宠的调子就是我们是不是干脆把他呢既然大家都都都都不吃我们是把他做成的猪肉加工品肉肉松香肠我们得给大陆港澳地区人吃你讲这句话你你你你认为当地人听了没有感觉吗 尤其你整个的逻辑里面那是很歧视性的语言是尤其整个的逻辑里面人家带到最后最后就是说啊我们吃莱牛吃这么久好像也没事哈啊莱猪进来干嘛要这要要这么的紧张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出来你其实是在帮民进党政府呢做洗白的既洗白同时又要呢甩锅要糟蹋一下呢就是说陆港澳 当然会有反应这个反应呢当然昨天国台办这样讲完了之后呢农委会说啊六六年前就已经禁止了啊所以已经不能够消亡这个中国大陆啦你的禁止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影响反正本来就没有输出啦我的关键点在于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任意的糟蹋然后造成自己的伤害今天是猪肉的加工品 今天是肉类的加工品明天会是哪一类的加工品明天会是哪一类的生产那个农产品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只要这种敌意不断不断的升高你就随时会给对方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非尽你不可因为你们可能要来迫害我们对啦因为这件事情他终究在两岸的两岸的交流上面来讲除了情绪化除了网红因为你注意到过去一两年里面 有好几波会导致呢两岸之间的这种的民间的网路的情绪化语言的大爆发的相互的仇恨的你仇中我仇台的你反中我反台那个论述都跟网红跟名嘴的讲话有关而这些人可以不用负责任因为背后的厂商受受折磨是厂商的事OK那已经发生过好好几波我就不戏举了那个不得那不值得可是这一次当大陆国台办的公开的就是说反来 莱猪反来猪有关的加工品他不是进口而是你连带都不要带进来提醒所有的往往返于两岸的台湾人或者说大陆人你到台湾你不要带任何这些猪肉加工品进来这些都是违禁品那他的重要性在于就是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面都是台湾在进大陆都是台湾说大陆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呢有食安问题进去进食可是大陆进台湾这第一次啊 没有其实也有啦之前我们爆发了那些食安油事件的时候他们其实那时候也会采取一些动作对但是那些的油油品的终究不是这种就是说呃不是这种恶意型的对因为那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管控有问题是好那现在呢就说呢官方的敲锣打鼓的把台湾的特定的老实讲这个在台湾来讲也是庶民美食的一部分是零嘴啦嗯其实是台湾人的零嘴 其实大陆影响还不大如果香港澳门都进的话对那影响才大因为港澳就没有港澳的量就很大是我们的猪肉加工品出口最大宗的香港第一名澳门第二名嗯所以我们我们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为什么鹿港地区我们的观众反应的会很直接说我还能够买买得到吗因为那个在在鹿在在就是说在港澳呢是很抢手的是很热门的是很好吃的香肠啊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些的反应 我为什么说两岸之间会让我非常紧张的就你看到中美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理性就算是我罗斯福号航母战斗军进来就算是你解放军的军军机呢五天三次的大批次的进到防空式识别区可是该谈的就谈嗯该表达的就表达你的解放军的军军机呢五天三次呢进入到防空识别区很明显的冲着我的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来可是 我拜登的昨天同样的照样宣布不可以再叫中国肺炎嗯换句话说一件事情跟另外一件事情之间之间我不需要把它营造出一个大的情绪泡泡把它的都包包裹处理可是台湾跟大陆之间两岸关系就不是两岸关系几乎每件事情都放进那个大的情绪泡泡里面这是重点那个泡泡越来越大大家就在等他破吗而且每一个每一个人的发言或者是每一种情绪上面的一种冲击 都会把那个情绪泡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没有错然后使得两岸之间所有的交流行为几乎无所不包不包在都包在这个情绪泡泡里头台湾两岸其实我包括大陆啊大陆的官方我我我我知道有很多的大陆朋友你们在看政经龙凤沛我我呼吁了就说我觉得两岸了都有明显被网路语言绑架的情况那都过度的回应了一些网路的情绪跟网路的情绪 可是如果从政府的回应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觉得台湾其实真的有做过头的地方对就说我我同意就说这方面但是我们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对方的理性对我我就说这这件事情从两岸之间的对话跟互动来来讲我身为一个台湾台湾人在台湾长大我说在台湾出身长大的中国人我认为台湾是理亏的因为台湾的这种的情绪的操作尤其呢民进党的这种独派的操作 大苹果三名字的操作很恶劣有很多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很低级包括了蔡英文包括陈时中为什么蔡英文去年的辛亥的10月10号的讲话我特别抓了一句话讲大家记得吗我说蔡英文竟然没有用武汉肺炎了蔡英文去年10月10号的最近最近包括元旦谈话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名字他从去年10月10号的讲话他竟然是用新冠肺炎我说哦那这个蔡英文是一个是个进步那个是个讯号好 但是虽然做了这个讯号可是陈时中仍然一样啊因为他没有像拜登一样下令啊对所有的医疗的官宣尤其是呢台湾的深绿的媒体仍然是用武汉肺炎五肺五肺讲得很很很开心啊这种的情绪性的刺激跟挑衅在台湾方面来讲的是很主动而且觉得你来咬我啊来咬我啊你知道台湾的网络的语言当中来就说我在台湾啊你有本事你你来呀那种的挑衅式的语言感觉上面你会觉得是个人的那个是 匿名的网网名的你可以说是1450或是谁的都无妨可是他其实对两岸之间的情绪的鼓荡是大的那大陆现在呢在网路上面我说了2017年之后我觉得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看到在大陆的网路上面那种的仇台的言论已经的开始的泛泛滥了之前其实是开始萌芽嗯但是现在确实是好像变成一个阻调对因为在在在大陆的官网上面几乎已经看不到什么对台湾友善的言论了 那大家呢就会开始用网路上面的情绪呢来作为跟官方对话的提问你想我在国台办当中来讲我提这个问题的国台办要不要回应 嗯我就要回应你认为他他会有没有我觉得那是套招那是套好招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基本上面就铺成了一个双方面制造更大的官方版的敌意的那个一个一个平台因为民间在网路上面的情绪很强啊那每个人都有内内部需求啊蔡英文民进党政府也要也要满足了内部的网路情绪的需要啊 博恩他们在在煽动的时候蔡英文难道不回应吗人家跟你这么好嗯同样大陆来讲当网路上面全部都是那种的仇台的对台湾的鄙视轻视的言论的时候你认为大陆的官方他还能够做怎么样的回应没错所以任何网路语言一旦提到了官方平台的时候官方的回应一定只有一种因为他供内部消消费嘛嗯你还希望他理性到怎么样的地步当没有理性的对话的时候任何的擦枪走火呢都会导致那个情绪泡泡的瞬间的破裂 破裂了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我不想预言也也不想去恐吓或者说有必要吗你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到回归到一个务实理性的对话框架的时候两岸怎么办